说到在大众交通捷运工具上面 商人事件犯下台北捷运杀人案的正姓嫌犯 他曾经说自己原本打算是要在毕业典礼上头行凶的 而今天呢刚好就是学校的毕业典礼 这校方的气氛呢也格外不同 他们的校长也趁着致辞的时候 用正姓嫌犯的个案当例子 希望类似的状况不要再发生 这么说 毕业商们穿着学士服坐在椅子上神情严肃 仔细的聆听校长说的每一句话 因为其实曾经是学弟的正姓嫌犯 原本就是打算要趁着学校的毕业典礼下手犯案 大学四年的学生生涯结束 其中曾见过正姓嫌犯的同科系学长们 态度十分低调 不愿多谈 不过正姓嫌犯曾公称 自己曾计划这场毕业典礼动手 没想到却提早在五月份在捷运上动手 北街悲剧 意味让同所大学的毕业典礼 多了点不一样的气氛 记者陈广瑞 网易云台中采访报道